两年前面包师傅吴宝春夺下世界冠军一战成名 而如今世界杯面包大赛又再度的登场 吴宝春也特别飞到了法国 帮台湾的选手加油 台湾赛民的面包师傅在八个小时之内 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指定的面包 他们采用的芭乐 芒果 百香果等水果入味 面包表面饰上的是铜花 台湾的还有蕨类图案 要用浓浓的台湾味融化陶克的嘴 笑容买面挺着又圆又大的肚子 您相信吗 眼前这一座米乐佛竟然全部都是用面包做成的 这是台湾三位面包师傅的创意 在法国世界杯面包大赛中成为全场焦点 最难的部分还是练 要表现他的五官是比较困难一个部分 然后也是练了很久很久 代表台湾出赛的张太谦 林空卫和黄卫勋三位师傅 必须在八个小时内完成比赛指定面包 现场来了许多手拿国旗的啦啦队 而在加油人群中他最强眼 荣获201年世界面包大赛冠军的吴宝春师傅 许多人都抢着与他合照 为了让评审留下深刻的印象 面包师傅使用了八个芒果 百香果味噌的材料入味 面包表面则饰上了 铜花台湾和蕨类的图案 因为台湾的芒果很有名 所以我就想说把台湾的芒果就一起加点 上面是一个是云一个是月亮 就是代表台湾那种生生不息的那种感觉 比赛结果7号就会揭晓 台湾队当然希望能够跟当年的吴宝春一样 把大奖捧回家乡 用最好的台湾味征服世界的口味 这一期我们加信不到